今天你要拍的东西相当于是个前传 我不知道 我这一季对自己的定位是无知的嘉宾 流程我来扣着吗 对对对 好 太好了 师父前面找个地方掉头 对 回酒店 贵州的师父很实诚的 回机场 师父说还有前面找原地 我建议大宝把它剪成前传那种 就别按照顺序来剪 就今天这些内容埋到节目后面 等这一期的正式的内容播了以后 再把这一小段前传放出来 学一学我的这种导演思维 上一次我们就聊了一路 你记得吗 把司机都聊吐了 我们这次一定要 那个司机好像后来辞职了 那个司机时候说 后来他只要一握方向盘 耳朵里就回想起我们的声音 我们小声聊不干扰你 没事 师父 这才刚开始 一会儿你就知道他的威力 我跟你讲 我们小声聊你也痛 因为你老想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你就会更用心地去听 这里那个 真的假的 不看看 这事 不会吧 你 这事你都不知道 嘿 让我给你洗洗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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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正在心中心也丝毫美 露音千年间 再见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我们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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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挺沉的 你今天多好看 走吧 白贼 这样弄不好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满 满意了吧 我们这次一定让您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哎呀 全完你们了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大家了 奶奶没客气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墙如果刷白了 然后窗户配上那种深灰色 会非常漂亮 本栏目由你我的乙保 独家冠名播出 乙保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吗 我们到哪儿 哪儿就下雨了 这就对了 俗话说贵人出门才招风雨 贵州前两天还是晴空万里的 贵州都是贵人 哈哈哈哈 哎 扫老轩 哈哈 看慧哥 哎 女主人 哈哈哈哈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 in the rain i'm singing in the green what a glory i'm singing in the rain i'm singing in the rain i'm happy 自从去年录的第二季 第二季结束以后 我第二季录的时候呢 你想我那还打篮球呢那会儿 这一季不要安排任何剧烈运动 起立运动 你要装个 你从今天早上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 你就开始装了 去年十一月 你刚才见不一分 连续受伤 这边好像还受伤 被我们二人绑的 哈哈 你家儿子今天 这么狂 打老子 这么狂呢 打死老子 现在你发现陪他们玩啊根本不行 玩不懂 就是我这个真的是尾巴骨 就是我蹲着跟他们玩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忘了后面有个暖气片 好 啊 啊 整个小区公暖停了一个月 哈哈哈哈 装裂了 鼓裂了 现在呢 就现在你想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 鼓裂又没有 没完全好 就时间做长了以后 你想今天的飞机上 我现在恨不得这样撑着 你在飞机上有没有想过干嘛要来 不是拍一个前传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那个了不起的时候 我也鼓劣过一次 我跟小天有一个单独的拍的那种 那卡车我特别颠 我直接肋骨鼓劣了 太疼了 跟我说一下你这发型好吗 跟海东说 我说你做一款足以让小妮痛苦的发型 怎么显得我头发多就怎么做 你现在开始往青春的路线走了 什么叫往青春的路线走 我想往老的方向走也走不动了 出了满身的伤 然后也是陪他们玩的时候玩蹦床的时候 人俩好趴在上面重心那么低 我在那上面把肩膀给蹦伤了 你们仨在蹦床里面是吧 嗯 好心疼Lisa 家里三个孩子 这一集我们还是医保吗 当然是医保 你看看 今天这雨下的 这伞眼熟吗 哈哈哈哈 以上一季的经验 我们这季肯定也是到哪哪下雨 不下雨的地儿都下雨 司机师傅 咱们大概多久到往地底啊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这里面有一个安全意识 您这车那个有 可以站着吗 你可以 我们都不行 你跳起来都行 在你的那个座椅后面有一个小枕头 哦 你可以把它剪一下很棒的面包 谢谢 我以为司机小哥说 在你座椅下方有救生衣 哈哈哈 你可以套在身上 跳出舱门的时候再拉充气吧 哈哈哈 在你的座椅下方有一个按键 你随时可以摊摄出去 哎我可以跟你说一下 今年我看看啊 好多合作伙伴啊 本节目由用心生活 为爱陪伴的麦福迪全猫粮 特别支持 有猫有狗就有麦福迪 原料实在 工艺实在 鲜味自然更实在 你好生活 由冬古一品鲜酱油 特别呈现 百年传承 冬古酿造 好生活用好油 你好生活 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利斯橄榄油 特别呈现 第三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得有一个 增发剂的品牌 哎你这个发片是 长头发呀 或者发片发粉 应该有 你这肯定是发片吧 你揪吧 可以吗 你说到贵州想到什么 贵州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嗯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嗯 面积有 在贵州 生活着 汉族 洞族 洞族 瑶族 瓦族 对不起 瓦族好像是云南 而且如果你有机会到洞寨的话 你还可以欣赏到震撼世界的洞族大哥 你这合不了 太难听了 真的是这样的 哎洞族大哥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他们就是天生嗓音就定了 天生嗓音就好 你知道吧 从小他们一哭的第一声 就定了 对 然后寨子里的长老就说好 她是女高音 哈哈哈 然后再出来一小姑娘 哎 就是举中音 哦 就定了 然后他们只要会唱歌一张嘴 就是那个调 耶 耶 耶 哎 哎 哎 你这胡说八道的功力啊 真的是 我给你听一下啊 是不是跟我刚才很像 比你唱的好听多了 他们这个和声真的就是一张嘴 每个人的声部干干净净 没有人会串着跑 此生不能换声部是吧 哈 你想换声部 你得经过长老的屏 你怎么还带个零巾啊 冷 跟你这发型不太搭呀 有点冷 这边真是湿冷湿冷 待会儿呢 学校孩子们会唱吗 可以教我们唱 他们不会 我可以教他们 哎 一会儿在学校可以给咱们上课 哎 如果让你给孩子们上课 你会上什么课 我会上 别扭好好说认真的说 两个字 什么下课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最 这是我最擅长的一门课 叫下课 哈哈哈哈 不你最擅长的不是下课 是逃课 哈哈 哈哈哈 天眼是在什么位置 你知道吗 他那个地方叫 大窝荡 如果我说错了 你就把车窗打开 你一套出去 我吹吹风 让脑子清醒一下 我还专门给男人东老师 在那个地方献了树花呢 你去过是吧 没去过 我托同事去的 中国天眼 好 位于贵州省 前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 平唐县客渡镇大窝荡 还真是 卡斯特挖坑中 你想想 男人东老先生和他的团队 就找这个地方找了12年 嗯 就选址啊 嗯 要选一个近乎完美的 一个 这种 对 挖地 我就在想人的一生 有多少个12年 还不是说去建一个东西 而是说为了建一个东西 去选址 这是什么精神 我是真想去天眼看一下 嗯 开开天眼 应该很震撼 你的天眼不是早开了吗 被你老师给关上了 被你大姐送人了 我的天眼 导演好像还准备了一个 如意尴尬 可互动的内容 如意尴尬 如意尴尬 如果我们两个聊不下去了 没聊的话题 我看一眼 我还在想导演还准备了个什么 法宝叫如意尴尬 你看看这导演工作多细致 手卡都写反了 你让我怎么念 来 念一下 你以为我倒着不会念吗 这是反的 我为了让观众看到正面 我反着给大家念 为你好生活的节目组提三个意见 哈哈 这还能念一下 拿取满 满足力量 拿取满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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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意见 再给三个意见的机会 哈哈哈哈 这样我还有五个 像那个 正确满足我 好那加起来 我已经用掉一个 还剩两个 再来三个 还有五个 五个意见可以了够了 来吧 五个意见 第一个 我觉得首先接红组 应该学习一下 男人冬先生的精神 不要有那种 骄傲自满的情绪 洛阳观众如相问 一遍 你现在 这节目只定向洛阳播出 是吧 这是第一个意见 就认真 认真 第二个意见 放松 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你想要传递的 生活的态度 还是要认真 认真 放松 愉悦 享受 好吧 这一下四个冤枉就差不多了 接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定要认真回答 第二季 印象最深的五个人 第一反应 我 第二集的我 第三集的我 还有第五集的我 以及第八集的我 快说 印象最深的五个人 拿走望远镜的大爷 以后要继承望远镜的大爷 他孙了 还是忘不了 那个大爷 我印象真的很深 然后呢 始终记得他那个表情 和他最后再马上目送我们的那一瞬间 第二个印象最深的 阿布图沙拉姆 因为我在他头顶上那个灌篮 我始终把那个画面 是珍藏在手机里 而且我把它做成了表情 哎真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我的微信表情之一 我看 能拍到吗 天呐你真的是自恋啊 我看了我 然后第三个是在 爸爸妈妈的婚礼上 嗯 跳舞的那个 小伙子 真帅 关键是那五条的台 对 你跳得也挺好的 第四个是 咱们那条街上的那几个孩子 你看 以迪迪扎提为首 嗯 就是住在那儿 就是邻居家的孩子 特别自然 他们可以算一个群像吗 对 哎 为什么现在我想起来 怎么觉得上一季 全是新疆的事 我们不是还去了好多地方吗 你还是爱新疆的 你真的爱的 为什么我把清静啊 杀艺啊全忘了 第五个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陪咱们看星星的 科学老师 杀老师 杀老师你好 终于见到你了 我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高兴老师 被身边的朋友 亲切地称为追星星的人 高兴 高兴老师 高兴老师 见面握着我的手 我高兴 您高兴 我也高兴 我高兴 我真高兴 我真的是高兴 我如果是 我如果叫这个名字 我见人我就 我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 我高兴 我真是高兴 我真的是高兴 那相当于 其实你已经把下一个问题回答了 上一季印象最深的三件事 嗯 如果这个问题问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共戴天之仇 你把小野放跑了 小野 走 走 小野 小野 回来 走了走了 真走了 还我小野 还我小野 小野差一点 还有一个跟我不共戴天之仇的人 就是把小野找回来 谁把他找回来 张磊的头 本来小野从此以后自由 现在肯定在那个附近山头 山带了 小野绝对有那本事 现在好 他当得了 心都碎了 走吧 走 跟上 那不是我们的圈 刚才那个字念什么来着 什么东西 相关 官乡 你看 那个不是 不是水库的库 上面没有那一点 你会念这个字吗 你看 你待会看这个旁边路牌里面 如果写到当地的地面 本物 还有一点 你查一下这个字怎么念 要不给康老师打个电话问 这点小事很麻烦康老师 你打电话问他 你问问他 是真的 别让人觉得康辉是个神 他也是个 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要把他还原成一个人 康辉老师叫什么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吧 康辉老师微信叫什么 你这个问题想把我们问懵了 康辉老师叫什么 你打你打 我不敢打 哎呀 行不行的你 这是 哎 康老师 嗯 那个那个抱歉啊 那个打扰您一下 您现在值班了吗 没让您说 那你现在在偷懒啊 那什么叫偷懒 你这个点你不值班啊 去新联播播出 还有六个多小时了 你不去值班啊 那你说 我就说我就真值班了啊 好我马上说 那个康老师 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下 有一个字我和小泥都不会念 你跟他们有没有私混在一起吧 我跟小泥 我们俩没有私混在一起 我们是 我们在值班 我们现在真是在值班 就是那个一个水库的库 上面没有那一点 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广字头 它是个厂 工厂的厂 然后里边一个车 里面一个车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 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活字典 别别别 我觉得是字典里很缺的 我们翻字典还得费流量 现在已经费流量了 我不知道怎么念了 念社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叫社东关乡 您不叫康辉 您叫康熙字典 你的外号叫康熙大字典 我应该拿一本康熙字典 砸你的头 砸我的头 谢谢 对 让你替虎关顶 谢谢 谢谢康熙 让我康熙字典 你们在哪儿玩去耍呢 你好 生活第三季 今天正式开路了 哎呦 天哪 天哪 什么意思 好吧 这连续三个天是啥意思 您传递的是什么信息 和什么态度 传递的就是天哪 居然第三季还撑不在 我们在社东关乡等你 好 好 那您赶紧准备晚上的那个新闻稿吧 好好好 不打扰你了 好 等着你啊 哥 等着你来啊 流量 行了 够了 哥 流量 我现在给你换成视频啊 拜拜 我们今天来拍一个前传 然后给你打前站 然后设计一下 你来了这儿以后 适合跳什么街舞啊 什么 拍一个前传 打前站 看看有没有前传 好了 不打扰你了 他非要给你打电话 我没拦住 这么反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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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太可爱了 你刚才说我们在录你好说 他什么反应来着 天呐 跳的对对对 天呐 天呐 而且他那个天呐的感觉 就跟上一季他念师妹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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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上一季最印象最深的三个件事 第一件你把我的狗放跑 第二件就是康辉跳街舞 以及那个师妹 师妹 太经典了 康辉老师那么正经 面对张磊 师妹 师妹 不是你这太生硬了 非常温柔 师妹 师妹 师我的报警 哈哈哈哈 哎呦这个村子好深啊 这个这个村子是在一个山谷里 山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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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刚刚下的谷底 我们现在又上来了 你现在知道这边为什么扶贫的这个 难度这么大吗 嗯 交通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哎 下面这个问题还真的是 跟这有关 目前看到贵州农村的变化 浅谈乡村振兴的感受 不是有感应吗 跟这个 还真是 这个问题导演组呢 提出的比较浅薄 真正变化最大的 不是你所看到的景色 那是外在的问题 真正变化最大的是人的状态 和人的精气神 而现在我们仍然还没有开始 这样的心灵的探索 和里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物质的风景 一定要看到人 你才能感受到振兴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看到几栋新的楼 或者看到修得挺好的柏油路 这就是乡村振兴 不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人其实会因为这些变化而变化 对 所以人的状态 人的笑容 人的生命生活质量 都和你现在走的每一条路 你看到的每一处景色有关 但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 就是这里脱贫的难度 一定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 大很多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自古以来有 安居乐业这个说法 就你住是一个栖身之所 它是一个能给你提供安全感 和基本保障的一个前提 然后你才能够踏实下来 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现在封你为点体大王 茅屋为秋风所破格 请背一下 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 还真的跟房子有关 安德广煞千万斤 你就是为了引出你会背吗 背吧 大天下寒是聚欢言 好了先摆完了 不要打扰他 让他悠闲自在的自由 小木鸡 你有没有过装修的 大鹅 小鸭子 小野 兔兔 小鸭子 很懒得理你 如果一个土房子交给你 你能自己独立的设计装修吗 什么叫土房子 你得给一个大概的 就是比较简陋一点的 它什么结构 砖混 还是框架 还是 这是能让人聚 康土 这是个科学的事情 不是说随便给你个房子 你就怎么 什么结构的 至少能大替天下函事吧 是钢结构吗 能让人幸福吧 混净土 能让人安全吧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而且装修也涉及到一个 你想装修成什么样的标准 哇 这 这还有罗马柱呢 还有罗马柱你看 这种属于什么 混搭 混搭 砖混 它这个叫砖混 砖混 有砖头 有混凝土 有钢筋 我们在爬过这块山 就到了 小学校 哦 我们现在已经爬过几座山了 四五 我就现在想 这孩子们是住校什么 还是 寄宿是什么 孩子们没有 那他们上学的话 就是在村子里的孩子 我有麻烦 这咱们得等他吧 要不然 过不去 我帮你看着点 哇塞 这就是贵州的司机 刚才那是个电动车吗 那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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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你一个 我怎么觉得它像一个 骑的电动车就过去了 感觉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一集 哪一集 就那个有一个公共机车 突然遇到那个 改相 出压缩了 已经到了 对 为民小学 萨哥 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第三季 你好生活 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那你为什么答应来 我有选择吗 这台里任务 台里任务可还行 主要是我给你的任务 我一直压根就没觉得这是第三季 你觉得是第二季的演绣是吧 对 感觉中间没断 没有感觉是第三季 我们下吗 等会吧 我迫不及待想让孩子们看到我 孩子们应该不认识你吧 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让他们看到我 为民小学 药妮 легко 小妮 无聊 撒叔叔 这是我的弟弟 小妮 小猪佩琪 我鞋带散了 你怎么那么无聊 能不能在孩子面前成熟一点 从年龄小的往里进 哇 你们好 大大老师好 大大老师好 你朋友好 大大老师 您是这个班的老师是吧 对 我是娟者 这是几年级的孩子 四年级的小妆老师 四年级 哇 四年级 我四年级的时候 刚刚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 就刚才我一进门的时候 那一刹那我就回忆起 当时我就是被老师领进一个班级 面对所有的陌生的孩子的面孔 也不介绍一下自己 等一下 你们认识他吗 他你们都不认识 你们认识他吗 下课 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 撒叔叔 我给你们写一下吧 呦喂 你看看人家的黑板 哇 这是现在是电子黑板的 这个字啊 你们可能 应该都见过 但是你们可能没有见过 名字里面带这个字的人 这字念什么 撒 撒 这您写得不好 你这宝盖头太小了 这 真能撒 真的可以撒 讨时期 无师自通 我简直 我简直 你就是应该留在这儿当老师 我简直是个设备狂人 我简直是个设备狂人 这个字念什么 名 他叫什么 撒 被 名 好标准啊 他的名字我来给大家写啊 我看你能写个啥 为什么我的名字写得那么低 他写得好丑啊 瞎写 这是我们全家的名字 我打你 还割撒了你 来 你给他写个正确的 咦 这个好玩啊 小倪哥哥是来自新疆 他是维吾尔族 所以他的名字呢 跟我们汉族的名字呢 又不一样 特别长 写出来跟一篇作文一样 好几百次 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他 非 专制头疼脑热 我的名字叫 你 格 美 点三杯丁 专制头疼脑热 今天是礼拜几啊 礼拜 礼拜上午应该是品德与社会 数学 下午是科学和品德与社会 咱俩一块连品德与社会 好啊 科学和音乐 好 一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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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你们现在所在的省叫什么 贵州省 贵州省位于中国的哪里 东西南北 我们画一个 贵州大概在 西南 跟贵州相邻的还有什么地方啊 四川 云南 云南 好 这个小同学对地理的知识非常 我们上次是品德与社会 怎么变成地理的 慢慢来 慢慢绕过来 我们两个会绕回来的 不要着急啊 中国有多大 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写一个数字 你们看能不能念出来啊 四年级同学应该可以 可以 几个零 数一数 怎么念这个数字 960万 960万后面的单位呢 一千米等于一公里 所以960万 公里 前面还有两个字 平方 所以中国的面积是 960万 公里 给自己鼓掌 这个答案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 绕回来 绕回来 品德与社会 快点绕回来 一说起中国人 最常用的几个形容词是什么 中国人是勤劳 勇敢 有人说勇不放弃 还有一点是咱们贵州人的一个特点 特别善良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中国人的特点有 勤劳 勇敢 善良 坚持 哪一位同学能跟我讲一个 你身边的同学特别勇敢的故事 有没有 没见过 特别勤劳 有没有勇敢的同学吗 哪一个同学特别勤劳 有有吗 谁 讲一个故事 你先说他是谁 通过我们 就是我们扫地的时候 我们扫好他帮我们下个桌子 你们扫好地 他把把桌子摆回去 是吧 是哪位同学 我们扫好地 来 给他鼓掌 说得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这既是勤劳 也是善良 对吧 善良就是愿意帮助别人 乐于帮助别人 对 但他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自己很勤劳 而且他也在观察别人 从他的眼里 他能看到别人的善良 这本身也是个优点 也把掌声送给你 请坐 你继续啊 我这个话题你能多好 你接着往后 你继续啊 谁能跟我讲讲 你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爷爷奶奶 在你们眼里 是不是非常的轻傲 非常的愿意吃苦 非常的愿意努力 非常愿意吃苦 来 谁 你说说 你爸爸 爸爸现在在哪 在工厂 在工厂 是在本地呢 还是在外地啊 在外地 在外地 所以爸爸是在外面打工是吧 好好好 离家很远对吧 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浙江 在浙江 哦 那很远 所以他一年能回来几次看你 一年下午 你需要你回来 一年下午 一年下午 晚上回来一次 那就是每天都能回来 那就是每天都能回来 我说的是他每天 他也很热 所以他就要新房子住 爸爸是个建筑工人 盖房子 所以他一天只能晚上才能休息 白天都在外面工作 他什么时候能回贵州来看你 一年能回来几次 你只能回两次 就过年的时候 想他吗 想啊 比如他回来 你有没有抱他一下 不敢抱他 一天只就去抱他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爸爸在外面工作很累 一天可能只能休息那么一点时间 剩下的时间全都在盖房子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那么累 挣钱 为什么要挣钱 为什么要工地读书 你有想过这些问题 你回答对了一部分 爸爸挣钱 很重要的一点 供你和弟弟读书 弟弟上学了吗 上学 也上学了 你们家就两个孩子 你和弟弟 所以你爸爸要挣钱供你们两个人读书 把你们两个人供到学校读书 不是说为了让你们以后不吃苦 哪怕今后你的工作 不用像你爸爸那样顶着烈日 在工地上干活 你可能坐在办公室里 但是你仍然要有那种吃苦的精神 所以未来爸爸妈妈是希望用他们的工作 让你们受到好的教育 但不是让你们从此以后就不吃苦了 天天玩 天天乐 吃饱了就睡 醒了再吃 那样的生活也没有意义 奋斗的生活 创造价值的生活 才有意义 好 今天这个课可能已经是博士卷 对于四年级的孩子来讲 你们大概明白了吗 最好的生活一定不是那些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去得来的幸福生活 知道为什么我当不了老师吗 小时候没钱供你读书 没有什么 没钱供你读书 小时候你的家长没有钱 孩子听完我这番话以后 对我的学历和文化水平很担忧 他以为你今天来这儿是来忏悔的 他看起来像博客书的人吗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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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 没有 没有 你们看他长得像做什么的 没有 主持人 主持人 你认识他 是吧 你看过他的节目 看过 有人看到过他吗 看到过我吗 看到过我 这么想 那你们这电视要赶紧拿去修 如果连他都能看到 那这个电视就不能要了 回家孩子们马上跟家长说 快把电视扔掉 说主持人 有没有人长大想当主持人的 没有 你们长大想干嘛 大家说一说自己的愿望吧 你说 你这么害羞呢 怎么那么可爱啊 小脸红得像苹果一样 你长大想做什么 他最喜欢吃 最喜欢吃 美食家 我也喜欢吃 好啊 我也特别喜欢吃 好啊 我的梦想就是吃遍天下美食 我觉得这个梦想特别好 我的梦想就是跟着他一块儿 吃遍天下美食 他的梦想 他买单我吃 他就是等于白吃 你想一想 我们让别人先说好不好 还有谁 你说 你说 我想当老板 想当老板 做什么的老板 做吃 做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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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可以联合开公司 做什么 做食品啊 做食品 做食品 开食品公司 是做什么呢 做蛋糕饼干这些东西是吗 巧克力 好 你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 是吧 不是吧 一边做一边吃 最后做了十块 自己吃了八块 只卖掉两块 还有谁 还有谁 说 你说 我想当集团公司老板 你刚才说了一个我听见了 你说你想当发明家 他一听他的梦想是公司老板 他想当集团公司老板 他就要把他干掉 对 把他收了 他要收购他 对 他要当他的老板 我们现在不竞争 先不竞争 先是每个人说自己的梦想 你的梦想 刚才你说要当发明家 如果你现在是个发明家 你最想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荷包蛋 什么蛋 你要搞军工啊 你要发明武器啊 什么 鲁蛋 哦 骨蛋 他写了一个 原来你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科学家 你是不是科学院派来的 但是 发明再厉害的武器 都不是用来去攻击别人的 对不对 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 爱好什么 和平 和平 对 和平就是 中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对 所以你作为发明家 你就算发明出再厉害的武器 不是用来去攻击别人 而是拿在我们手里 是作为和平的保障 不用挤 我说的话不用挤 明白了吗 给她的梦想鼓掌 特别好 再问个女孩吧 你的梦想谁上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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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医生和护士 白衣 白衣 战士 过去我们叫天使 但今年 2020年我们 称呼他们为白衣战士 为什么 铠甲 对吧 看到他们的白衣服 病人心里就踏实了 是不是 从现在起 我们不点名字 谁想说谁举手 有没有 你说 你举手了 对 你的梦想是什么 当警察 为什么呢 因为 能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保护别人 对不对 他的精神境界 比我要高多了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 当警察特别威风 但他心里想的 真的是帮助别人 能帮助别人 很成熟 不像 那为老百姓 除暴安良 对 为老百姓除害 是吧 除暴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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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这词词 这有点用的 你可以当主持人了 你别当老板了 Merry Good 你说 对 你一直没说 这要当女人 你要当什么 主持人 哎 你看 梦想就在距离 我们最咬院 又最近的地方 近在咫尺的地方 刚才问的时候 你没举手 好 那你现在像一个主持人一样 你给班上同学 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 来吧 主持人都是要这样的 比如 这是我的好兄弟 叫小野 他是我的宠物 我咬你 来吧 这是你主持生涯的第一步 越这么说它越紧着 对 你放松 放松 那这样你先介绍自己 你先介绍自己 好不好 你给我们两个人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叫什么 蓝玉 朗 朗 哦 玉呢 玉 玉学的玉 啊 玉培的玉 好 好 桑老师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来吧 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玉玉 说得太好了 好 那 请您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 我先把词给你写好啊 提字器啊 这样你就知道 其实康辉叔叔每天对面 都有人把词给他写好 节目开始 我们观众要掌声啊 来 节目开始 谢谢 主持人说话 快快 大家好 我是玉王玉 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两位嘉宾 你可以的 老玉说 对不起 这俩嘉宾我不认识 刚才你迈出了第一步 非常好 特别好 非常好 值得鼓励 小霓叔叔和小萨哥哥 当年四年级的时候 都不敢在班上站起来发言 我跟你一样的 一站起来就脸红 你也这样吗 我也这样 因为我每次都被老师罚站 一站起来我就脸红 同学们上课的时候 我都是站在这儿 你们班 你们班谁站在这儿一班 你们班谁站在这儿一班 没有 没有人 没有人 你们都比他乖是吧 我站在国旗 你们现在罚站都这么高规格 都站在国旗 真的吗 你坐吧 郎主持 谢谢郎主持 今天开心吗 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你们愿意看到我们吗 愿意 我和小霓叔叔呢 偶尔在电视里 也会带着你们一块 去感受一下 我们今天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好不好 开门大街 不要老提他的名字 我的节目你们就没有一个 我的节目他们可能不看 经典游泳流传 看过吗 没看过 你说这段我们给你留着还是剪辑 留着 让节目作为看一看 我们失去了多少年轻的观众 大冰宁哥哥在中央电视台 主持了很多的节目 《道德与观察》 我主持《七桥板》 你们看过吗 我看过 《七桥板》 你们看过他吗 智慧术 红果馆 绿泡泡 《七桥板》 反应不叫他们俩 完全不一样 这反应完全不一样 这样吧 这堂课最后科学应该简单的上一个 这样吧 来 没有没有 我们把这课上完整 我把科学和音乐我们一块上 好啊 好不好 我们就讲一个声音的原理 我以为你说科学和音乐一块上唱一首《加油向未来》 你们最喜欢哪首歌 他们比较喜欢流行歌曲 可以 没关系 我们俩都是耗称中华曲库 那你们说什么歌四季什么 四季与你 来唱一下 来我们欢迎一色老师 给我们唱一首 来吧 你不是中华曲库吗 你唱啊 哎少年你们会唱吗 怎么唱 哎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老师这个伴奏是从哪来的 是要下课的 这是下课零啊 来我们一起在歌声中 来这样啊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的科学道理 来完成我们今天的科学课 你们知道声音是怎么发出的吗 比如这个铃铛 比如我们说话 声音是怎么发出的 声音的本质是振动 对 声音是靠声波在空气中的振动 传到远方 谁来摸一下我的脖子 你摸 声音的振动 是不是有感觉到振动了吗 麻吧 对不对 感觉像那个按摩一样 是不是 有没有 你自己 每个人自己摸 摸到振动了吗 你的声带的振动 然后引起空气的振动 空气的振动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就听到你的声音 你能不能发出点好听的声音 这就是振动 这就是振动 厉害 厉害 只不过是考验 现在是一种比你自豪为你 跪前 天前的个少年 站起来 站起来 都站起来 都站起来 也许难过这次后一天 谢谢 妈妈 不要告诉我 到最后就要开始 到最后怎么都开始混了都 好了 这堂课开心吗 开心 开心 我们下次还要带一些朋友 带几位老师来 带几个真正的好老师 欢迎不欢迎 欢迎 我想在你们班里找一位同学 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跟很多兄弟姐妹 名字叫家风和家力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故事 六年级 六年级 你早丑八脑 早说呀 这是四年级的孩子 不是你们班的 没关系 我认识了一群好朋友 特别开心 那我们一会儿找一找家风家力 你们告诉我六年级在哪儿好不好 六年级 上面呢 这怎么上去呢 有梯子吗 好吧 那我们继续去找那两位同学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同学们下课 谢谢 那我们走啦 我们走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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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今乡 难忘今乡 你咋了你啊 升降台啊 我们天涯 与海 沈舟外 烦不烦啊这个老师 过怀 你快出去 拜拜 再见 公主远 祖国好 小林老师 小三老师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孩子 吴嘉峰 嘉峰 你们家现在一共有几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住在一块的有几个孩子 五个 五个 是跟奶奶住在一起 是吧 对 他就是这个孩子 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呢 是吧 这是妹妹吗 这个是唐妹 唐妹 好可爱 跟奶奶住在一起 是吧 之前我们的 就奶奶一个人照顾你们吗 五个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 是 不是 有三个 就是那三个人 是 死了 哦 爸爸妈妈有离开的 所以奶奶一个人就把这些孩子全都照顾起来了 他其中有出去打工的 也有离开的 奶奶好大年纪了 多大了 我马上要七十了 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很大 我奶奶照顾你们照顾得过来吗 七十岁的老婆 她的脚现在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走路会 走路就是像这样的 是伴着走的 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是哥哥帮她喂猪的 哦 那奶奶很辛苦哦 奶奶一个人照顾你们 这五个孩子 爷爷呢 爷爷去世了 哦 去世了 住得远吗 不远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你们家好不好 去看看奶奶去 你带我们去好不好 好 好 已经放学了是吗 已经放学了 好 好吧 那平常是奶奶在家做饭 走 你们两个带路 带我跟小妮哥哥去 这羊群一过这味儿 很震撼 你们平时上学放学要走多久回家 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啊 吃饭是在学校吃吗 啊 只吃中午饭 中午饭在学校吃 晚饭是回家吃 啊 你叫嘉峰是吧 啊 然后你呢 杨琴 杨琴 哇 你们的名字都很好听啊 杨琴多有音乐感啊 好 好棒啊 这儿的空气 你们平常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美吗 嗯 撒备明爷爷拿起手机就开始开 走 走这儿走这儿 谢谢 同学们 同学们再见 拜拜 我们走了 奶奶在吗 在 太好了 走走走走 在家里做饭 在做饭呢 走 我们去看看奶奶 哇这么多衣服 这都是你们的衣服啊 弟弟的衣服啊 弟弟的衣服 你是那个大姐姐是吧 对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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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n Nikk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上去看看吧 好 小您 这个房子 它是京住房和城山建设局 鉴定为B级安全住房 就是安全性是没问题 但是存在透风漏雨的问题 有这个秋季获得困难生活补助625元 你是寄宿 吴家智也是寄宿 吴嘉诚三个中学生都是寄宿 寄宿的这些困难生都可以有625元 其实很大部分的就是 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辍学 明白了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去看看吧 上楼看一眼 哇 都是煤炭 是吧 对 你要怎么着 你要怎么着 你怎么着 来 你又不是过来 你怎么着 来 来 你又不是过来 你怎么着 这楼梯接是吗 这楼梯已经开始垮了 这楼梯已经开始垮了 你先走 哈哈哈哈 放心吧 我们走 咱不能同时有两个人啊 可以可以 我们这体重没问题 最后一再也 二楼也是三间房吗 其实房子挺多的 就是肺完以后没住过人 对吧 房子牢固是挺牢固的 房间也还算挺多的 逼届安全房 但是就是 透风漏雨 这里面这个屋是一个 我看看 你是哪家的 也是住在这的 那这应该是最小的那个妹妹 等你 我们这又有了个小妹妹 这也是 这是你的妹妹 算是堂妹是吧 这个现在怎么能不透风呢 这肯定还是透风的 对啊 上下左右全都是漏风 所以肯定他们不住上面冷 对 底下好歹房间是密封的 如果你要解决它这个透风漏雨的问题 从屋顶洞 你就得从两边的整个 如果能把这两边缝隙填好呢 因为它的梁子不是直的 它是用的那个天然的木材 你可能需要换梁子 那你就结下梁子了 我跟你早结下梁子 这事就结梁子了 我们在外面感觉一下吧 走 你会发现这个房子其实位置还算不错 位置是不错 交通很方便 而且你在二楼站在这 你的景观还是可以的 看看现在这个朝向 现在这个朝向是朝西 如果晴天的话 它光照还是不好 光照基本上是从这个方向 所以屋里的采光还是有问题的 我刚才想 奶奶这个腿脚不方便 爬上爬下其实挺辛苦的 有没有可能在这直接修一个桥 或者是这种类似栈道的东西 能通到这里来 直接上 搭一个钢结构 但你这个就得要找专门的工程师来钻 我去对面拍几张照片 好 这样我们回去也好商量 没什么说 有什么想法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不从路面搭楼梯上去的话 在这里 把底下 再切出一块来 做一个两折的楼梯 从北往南 再从南往北 你看相当于我这样 先上半截 然后转个弯再上去 因为你只要拉出足够的长度 你就可以把楼梯的坡度降低 因为现在太陡了 老人家根本上不了 如果你把楼梯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后面这些空间 厕所现在在哪 没有厕所 可以加一个 你做一个楼梯下面的小阁楼那种感觉的 卫生间就可以 就楼梯下面像楼梯间的那边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楼梯是怎么走 是跟萨老师一样吗 那怎么样 那就从这上 再折回来 下面就可以做卫生间 那可以 可以 每次去别人家也是挺不方便的 对 谁带卷尺了 你要上厕所 卷尺 我跟你说卷尺 一点都不专业 卷尺 卷尺也可以量 卷尺的话一格大概十厘米 我按格量也可以 谢谢 谢谢 好 来 量一下这个路 对 帮我一下 现在的基础是3米5 这块差不多有2米 1米8到2米 这块你的意思是 如果能把这块弄直 然后在这儿用水泥加固 它只会把这个削了吧 到这里吧 现在路面只有3米5 所以它一定是在3米5之内 它不会再往外扩了它的马路 所以这块肯定是可以削掉的 如果把这块削直 然后用石块给它加固边上 这样保证安全 它不会塌下来 对 我看看这楼梯的宽度 楼梯最低 要1米到1米2才更宽 1米到1米2就是保证基本的使用 一般的使用了嘛 对 这个可能只有 90 90 都没有 88 我看看它上面流的口 流的多大 这口流的1米 对 如果提到这个上来 就够了 而且它现在整个房顶太简厚了 你想对面那个是什么 屋顶 它把屋顶把坏捏出来 这种就牢固了 这种 实在不行啊小尼 我觉得干脆换个屋顶 直接变成平顶 如果像大雨 你下什么雨都没问题 你给它做出一点坡度嘛 平顶 平顶的话 需要的最小的时间是1米 最少1米 那如果加固现在这个房顶呢 比如说这个柱子肯定要换掉 对吧 对 然后上面瓦片下面我们加几层 先铺一层防水粘子 再上面再压瓦 对 那个可以吧 对 那那个呢 就是中间那个缝呢怎么办 掉顶啊 这把缝全部把它封啊 用小砖来把它全部 你的意思是房子里面掉顶是吧 对 平的 对 那这样工期大概是多久啊 你要18天左右 对 我就是房子里面的 一样 就先的 我把它封住过这个 一样 是个状态 这有什么东西 就要是整个锅上 还要 你有什么东西 屋顶用什么材料 一米二长 对 五十高够了 一米二长 那这些窗框什么的都能换成 断桥铝 那就是双层玻璃那种 双层玻璃的 保温效果也很好 这个柱子是要换成什么样的 最好我的建议是换个不锈钢的那种 空心不锈钢的管 对 不好吧 这个就是不锈钢的 不结实吧 屋顶的主要的分量还是在它的主粮上 主粮和其他的几根副粮 它这个柱子就是成它这个乌芽这块 用一根钢管强度够的 给它外面刷一层白色的这种防水涂料 不好看吧 如果你房子整个刷白的话就没问题了 你从各个角度把房子整体帮我们多拍几张 我们到时候回去就好做一些规划 嗯 它是用的空心砖是吧 空心砖 差一点 你现在有那种泡沫夹层里边往里一喷 没有 这边的没有 现在毕竟这边就是里面用保温纱 搞搞三个分 你说墙体吗 里面的 就是给屋子里加一层保温啊 因为它现在用的这个空心砖不行 另外我们刚才说楼梯间下面想做一个简单的洗手间 下水有没有 一枚管子从那里出去 就直接排到田地里 嗯 直接排到那里 就只能是直排 嗯 不密方的话有点特味 我把它改到那里去远一点 这个楼梯间如果说用钢材来做的话 对 它只能是空的那种 嗯 有点不密方的话有点特味 也是 嗯 你户外楼梯只能做那种钢结构的 不锈钢的 也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也是这种材料的 你说的钢结构跟那不锈钢又是两回事了 钢结构是钢结构 指的是一种结构 不锈钢指的是一种材质 给我换一个工程师 跟这个工程师聊天要烦死了 我跟你现在说的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就是那种 比锈钢那种嘛 对 特厚的那种嘛 对 也可以用那种 我现在跟那个真正懂的人聊天 就是那种的成本会高吗 高 那个肯定比不锈钢要结实嘛 结实但是那个 这个不会生锈那个会生锈 那些锈水道用的那种很好的那种做出来 但是成本价有点高 选材料我们的原则是 第一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 选足够安全用的就行 但我觉得美观也很重要 你得要跟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我为什么不喜欢这种不锈钢的 就是因为它跟自然环境是很难相容的 不好看 你最后是可以做处理的 你怎么处理 你这个不锈钢你现在如果你要换 你等于给奶奶增加了成本 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护栏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要换它 不好看 那你要想好看的话 你这个目标就太远大了 有时候你用很低的成本也能做出好看的效果 好看不是说要贵的 你现在这个栏杆你就要拆掉吧 比如说你要做不锈钢的楼梯 你如果能包什么材料呢 你怎么处理 就这种颜色 就这样 对啊 不好看 不锈钢你就不用处理了 你还处理它干嘛 用不锈钢做 跟这个栏杆刚好接在一块 你把房子本身刷白 你看对面那个 只要你搭配的好 一点也不违背这个环境 我是觉得可以 但是在安全和实用的前提下 如果能好看当然更好了 那这个不锈钢的楼梯 从那连下来 从这儿下去 哦 从那儿下去 对 从这上来拐个脚到这儿 然后就上来了 反正基本上 我们现在先确认一个大概的样式 嗯 我们明天去建材市场看一看 门呢 门就木门 木门 我建议给它稍微再做做密封 你说保留是吧 嗯 门可能得换 换石木门 有这么高的吗 有 要订做 量到磁岁就马上要去做 你量一下吧 我记一下门的尺寸 门上面都不要留窗户了 门带框是90 高 2米45 每一间不一样 每一圈都不一样 不一样 它流的宽度它不是标准的 那肯定是到时候 你还是要仔细的要吧 所有的门窗都量一段 所以现在咱们就别量了 你现在量也没用 对 你现在量也没用 按照你的习惯做做样子就可以了 演一演 3米3 5米8 还有一点就是屋子里的地面怎么处理 现在就是水泥地 对 要贴地板杆 水泥地我建议这样 小泥 直接做一个像那种停车场的抛光 把水泥打磨 但是你没那个就是 这个卫星啊 这个泥巴好 如果你不把它打扫把它搞好的话 一下雨天一走路 这个泥巴就往下掉 我建议啊 你可以现在参考 有一些高速公路旁边 它有一种喷的水泥 喷上去之后 它一凝固了以后 它是像一面水泥墙一样 在那几个这里找不到那种机器啊 甚至都可以这样 可以敲一些这些石头下来 捕上去 这样还能把它往里敲一点 你怎么说的那么简单啊 拿那个 拿那个 我们可以弄一台炖购机过来 有没有 炖购机可以干脆直接把毕杰地铁给开了吧 找一个矿业公司 过来把这个石头给我们炸一下 明天毕杰建材市场 你溜一圈你看看 你能不能找到你那种高科技产品 明天毕杰建材市场 早早的就是 萨老板来了 大家谁家有新技术赶紧 干杯 师傅 建材市场几点开门 早上应该在八点钟 八点钟 有没有可能六点开 不可能 我们如果六点去呢 午晚上搭帐篷在那睡 奶奶一直在看着我们说 你们这几个人 奶奶现在心里就三个字 不靠谱 靠不靠谱 我们看最后的成果 奶奶 我就问您 现在您住在这个房子里 觉得最不方便的是什么 哪样都不方便 哪样都不方便 我觉得我们啊 最怕的就是 咱们自己在这自作多情地 干很多事情 最后没有满足奶奶的痛点 对 没有满足奶奶的需求 对 不方便的几个事 一个上厕所 对 第二个孩子们都挤在一块 对 我们买那个上下扑的床 对 楼梯不安全 对 把楼梯改造一下 透风透雨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讨论的 还都是奶奶关心的问题 你会画图吗 我会 那一会儿你画一下 咱回去把这事好好地规划一下 需要什么 然后明天去建材市场看哪块 师傅明天您跟我一块去吧 没有问题 哇 萨哥 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 我们看错房子了是吗 紧急情况 今天是家里的生日 谁的生日 那小女孩 是吗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好不好 你愿意吗 今天是嘉丽同学七岁的生日 我们一起为他庆祝好不好 奶奶我们走吧 对 来合唱队的朋友 请开始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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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的蛋糕啊 两位装修师傅 有我们的蛋糕吗 来吧一块吃吧 我就等着你邀请 要不不好意思下去 最美好的生日蛋糕 最美好的生日蛋糕 哎呀 有请合唱团的 合唱团 合唱团团长 你干嘛呢 鼓掌啊你不鼓掌吗 开始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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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还挺神的 许个愿 许个愿吗 你要许愿 对对对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想想你最想要的 在想要什么呢 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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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啊 三二一 好 一口气 接下来 接下来你来帮我们切蛋糕 我们把小萨哥哥的头 按到蛋糕里头 来吧 你行了 吃蛋糕我们还得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蛋糕 来我来给你们分 先给奶奶 来吧姐姐辛苦了 夫人奶奶就是你最大了 照顾他们这些小的 她给你的好朋友 来加风 来师傅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这个 中修队的师傅要照顾好 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这给你 咱俩吃一个吧 好不好 行 我吃不了多少 好吃吗 我们一块再来说 祝你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长命百岁 你快给他们看一看 你现在多好看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房子 我们正事还没干完 不要不要闹 讨论吧 正事还没干完 走得近一点吧 不然我听不见你声音 不要搞了 挺好的 我这一点点 不然就浪费 快 就是表达一下我对你的爱意 你看这个哥哥 你不要搞啊 搞我这直接呼你脸上了啊 怎么了 白点 这样那么好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满意了吧 过瘾 你我的生活 你我的医保 本栏目由医保独家冠名播出 医保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本节目由俊乐堡优脆 新一代配方有机奶粉 特约播出 俊乐堡奶粉 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食品记得亲密接触 本栏目由斑布真本色 亲密更安心的斑布 逐线位生活用纸 特别支持 分享生活 从你我的医保开始 本节目指定用车 由风光新580 特别支持 这蛋糕还真挺好吃的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个在卡斯特地帽吃的蛋糕 在我们的脚下奔腾着 汹涌的地下河流 亿万年 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 也造就了这里的人们 独特的坚强的个性 孩子生日进去 你不要讲这种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 孩子听不懂的话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 快吃了吧 溜远一点 这是生日礼物吗 小叶 快 寿星先选吧 你来选一个 你喜欢的娃娃 选这个 好 他选了一个小白熊 别往脸上凑 你脸上有蛋糕 你这两个你喜欢哪个 他 这个熊 来吧 这个给姐姐 我也是 他还是个孩子 对啊 我在家里 你也玩熊啊 抱着一只熊 那我玩皮卡丘 这个给你 这个皮卡丘 给你 男孩儿有鞋子 对 哇 这是给家里的 哇 衣服 奶奶这个给您 这里面有您的 然后也有给孙子的 会都给孩子们分一下 好吧 谢谢 别客气 别再打扰奶奶了吧 奶奶我们走了 拜拜 嗯 我们回去好好地计划一下 看看怎么来帮助你们 把这个房子弄好 哎呦 全完你们了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大家了 我再来谢谢大家 奶奶别客气 感谢 感谢 没事 您别谢我们吧 您这么多年这么辛苦 这些孩子都是多亏您 我们这次一定让您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给您减轻一些压力 太难了 是 这么多年你想想 把孩子拉扯大 奶奶平时都把伤心事都压在心里 没有 当着孩子们肯定不行 问题吗 您还在家里吗 你有没有 太 太操心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奶奶一个人 把你母个孩子拉大 嗯 所以只有好好努力 是对奶奶最好的 好大 谢谢你们 嗯 好好的奶奶 好好的 您高血压 别哭别哭 哭待会儿再身体不舒服 高兴点 好了 高兴点 待会儿帮奶奶做饭 照顾好几个弟弟们 奶奶估计心里各种委屈 各种压力 我也有幸福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但是这种幸福 是用多少的隐忍换来的 嗯 现在的生活 其实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你看肉眼能看到的改变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改变 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变得越来越好 对 再上个台阶让奶奶 减轻一些奶奶的压力 抱歉啊奶奶 是 抱歉啊奶奶 难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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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今天也许会 我们减买 看琴 呢 。